哈喽,平安,各位弟兄姐妹,各位朋友们,特别在线上的,感谢主。 今天的时候,我们有位弟兄,Laurin弟兄,他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见证要跟大家分享。 当我在听他的见证的时候,非常感动,看到他从一个很绝望, 他人生里面面对这么大的痛苦,特别是身上的疾病, 当他遇见耶稣,他生命怎样被改变,不但肉体得医治,心灵也得到医治。 好不好,这时候我们欢迎Laurin弟兄来诉说他的见证。 Amen。 感谢主。 大家好,我叫Laurin,今年27岁。 今年是我信主的第五年,然后当初我会信主的时候是因为经历了一件非常痛苦的事。 那时候生了一个很严重的疾病,在我大概是19岁的时候,读大学。 因为我以前小时候是一个非常爱玩的孩子。 17岁我就去夜店跟人家喝酒啊,然后也学会了,那时候也学会了吸烟, 偶尔还会在夜店里面打架。 所以那时候,后来上了大学,一个灵异事件啊, 一个灵异事件,就是那时候就沉迷一败偶像。 就是一直会去找所谓的师父啊, 然后身上都是挂满那种请回来的佛牌。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很有power。 好像什么事都不用怕了, 其实可怕的事情在后面等着我。 那时候就是在20岁了, 大概是我沉迷一败偶像一年后, 我得了非常严重的肠胃病, 还有肺病。 那时候我的肠胃病呢, 它是会导致臀部那边发胺, 发炎发胺的,会肿的。 然后大概是一年后, 大概农肿一年后, 我就进行了第一次的动手术。 那时候是我人生第一次动手术, 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的住院, 我未曾想象的。 因为我觉得, 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是很健康的人啊, 可能是年轻的时候挥霍太多了。 也有可能是很多, 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属灵的原因。 所以, 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痛苦。 然后动完第一次手术过后, 一年多伤口不会好。 那个手术是医生会切了我的伤口, 然后塞纱布进去, 然后不能风筝的。 这样子一年多, 每天都要自己洗伤口, 每天都要自己去换纱布, 都要放一个镜子下去, 去看自己的伤口。 结果一年多过后, 旧的伤口不但没有好, 还有新的伤口出来。 所以那个伤口第二次动手术比第一次大了三倍。 那个伤口比第一次大了三倍, 而且痛了三倍。 所以那时候我整个人陷入一个绝望了。 因为我觉得我才二十、二十亿, 人家都生龙活虎, 结果我一个人病到吃不下东西, 然后一直咳嗽, 只剩下六十公斤。 我身高超过一百八, 然后我体重六十, 已经是非常低了的。 就是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, 就是我全身都是看到排骨的。 Lawrence想问一下, 这个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, 特别是第二次手术。 很难想象一个年轻人, 面对这个疾病, 躺过在病床这么久, 已经差不多是绝望了。 那么你的人生里面, 怎样在这么痛苦里面找到希望呢? 那时候你经历到些什么? 那时候我生病的时候, 我就跟我以前拜的那个偶像来讲, 我讲,我不要钱了, 因为之前我会求财那些, 确实它会让你得到一些。 然后我就讲, 我不要生病了, 我现在全部都不要, 我只要健康, 可是还是没有办法, 我的病越来越严重, 严重到一个不能治理的地步, 甚至在外面上厕所也没有办法。 就在那个时候呢, 刚好很多人和我穿福音, 包括我工作的这个上司啊, 老板啊, 我的哥哥也和我穿福音, 可是我非常的排斥, 那时候因为我也是, 可能是拜着特别多的偶像的关系, 我非常的排斥, 可是我在经历了第二次地域班的痛苦的那个手术过后, 我还是尝试了第一次的祷告, 因为那个手术真的是非常的痛苦, 比第一次痛苦三倍, 然后伤口非常的大, 所以我祷告了过后, 我第一次祷告是在一个凌晨三点, 那时候刚出院, 结果我就尝试了第一次的祷告, 当我祷告的时候, 我的全身突然间感受到很温暖, 就是一种热流, 然后就是我眼睛所看出去的, 就是前面都是一种荣光, 对, 然后后面感受到有人在抱着我的感觉, 很温暖, 然后那个晚上我的伤口也忽然间就不痛了, 我就很平安的睡觉, 隔天醒来过后呢, 我就有一个决心, 把我所有拜的偶像啊, 车里的啊, 身上的啊, 都收起来, 并且不再拜了, 然后过后是处理掉了啦, 然后这两个星期, 我就一直专注的在向神来祷告, 祷告了两个星期过后, 有一天我要如常的去洗自己的伤口, 拿着镜子来照, 结果我一照的时候, 然后我的两个血肉模糊的伤口完全不见掉, 只剩下两条浅浅的疤痕, 所以那时候我完全不敢相信我自己眼睛了, 因为这个伤口至少两年, 旧的一年多, 新的两个星期多, 都不会好, 所以那时候我就完完全全的被神医治了, 所以我想不到我一个这样悲逆的人, 一个这样子排斥基督的人, 我第一次祷告, 神就垂停, 神就来医治我, 这是我非常感动的啦, 感谢主看到你的生命的一个这么大的经历, 所以当你经历到耶稣过后, 你今天的人生里面, 当你遇见耶稣, 你觉得你生命有怎样的改变吗? 我生命非常大的改变, 这个大的改变, 第一当然是我得了医治啦, 这个医治是我不敢想象的, 因为我曾经想过, 我会不会伤口永远就不会好, 可是奇迹般的得到神的医治, 然后我就对人生充满了盼望, 然后信主这五年来, 神改变了我的生命, 包括我的一些恶习啊, 包括我的性格啊, 包括我的一个不成熟的心, 不成熟的一些行为, 神都慢慢的在透过一些事情来纠正我, 来鞭策我, 然后神也非常的眷顾我, 就是包括我现在也有一个自己的事业, 然后我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, 然后当初我的体重60公斤, 然后当我得医治过后, 我的体重一路上升, 直到现在80多公斤, 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水平啊, 然后经历了神的医治, 经历了神的这个恩典过后, 我觉得非常感谢主, 就是愿意接受我, 然后愿意重新改变我, Amen, 感谢主, 所以今天看到Lawrence弟兄, 他的整个的生命的一个改变, 因为遇见神, 他找到了健康, 所以健康对他来讲, 这个是一个宝贝, 更重要的耶稣给他一个新的生命, 他说他的罪得到赦免, 他早会健康, 所以感谢主,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, 神的话里面如此地告诉我们说,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,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, 因他受的刑罚, 我们得平安, 因他受的鞭伤, 我们得到医治, 感谢神, 他是又真又活的神, Amen, Amen, 他今天准备报道的病毒, 不 names我的人, 不是我不是随时的病毒, 我们得到医治, 感谢神, 你不会经历自己, 你不会识病毒的瘍医的病毒 我们得到医治, 你不会去你的病毒,